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民小学行之有年的少年礼闯关毕业活动 在今年疫情解封之后 恢复取办包含最终关卡鱼耀龙门天堂路的闯关活动 除了考验体能也考验多年相熟的同学默契 让学生以闯关的方式完成少年礼 带着市长祝福迈向下一个阶段 涌闯天堂路是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民小学行之有年的毕业活动 去年疫情影响规模缩小 今年疫情解封 终于又恢复并带来八个少年礼及最终关卡鱼耀龙门天堂路的闯关活动 在校长邦明君的勉励后 接着以健康操为接下来闯关活动热身揭开序幕 过去是因为两年的疫情让整个我们毕业成立礼的活动停止下来 今年解封了 我们还是要让孩子回到这个我们富小的传统里面去完成他的成年礼 我们只要传达的意思是告诉孩子们 人生不会像是每一次毕业离礼所说的一帆风顺 也不是康庄大道在那边等着你 随时人生过程当中都有跌倒都有崎岖的路 有可能你还得趴在地上就像天堂路一样 所以我们要让孩子们去体验 人生的过程里面是必须经过一段的努力之后 你才能够达到你的目标 那么在这样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一个优渥的环境里面 更要让孩子们去体验这个人生上面所必须经历过的过程 包含勇闯未来 骑士精神 步步高升登街赛 命运神射手 同心起步走等八个关卡 考验同学体能 也考验多年相处的默契 并迎来有网架榴莲壳障碍的最后关卡 羽耀龙门天堂路 完成后在校长和导师的见证和照下 代表告别国小童年生活 带着在富小所学的一切 期盼勇敢的迈向国中生活 记得讲汪彦华女士报道